好,接下来我们学习第六个小节 用安全功能操作演示 通过前面的学习呢 我们已经把阿里用的安全体系 以及运动用接控的基础功能都已经学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会对之前学到的一些功能 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演示 也是内容大概包括这些 我们先回顾一下讲的产品 所以运动的迪道士基础防护 迪道士高方IP 其次应用防火墙WAF 还学到了用接控的战略接控 用产品接控 eS、RDS的 还有自定义接控 还有报警 没有报警的开关 如何打开报警联系人的添加 报警方式如何的选择 最后呢 我们其实要希望大家能够实现 会设置用接控的一些指标 接控指标 然后能去读报警信息 读懂报警信息 然后呢 去会启用运动的相关的功能 进行一些防护 也是的话呢 就会挑一些基础的 我们可以去直接看的啊 比如说迪道士基础防护 然后安齐室 还有融接控的这个 载点接控啊 融产品接控 还有这个报警 最后我们看一下发现哪些问题 然后通过这个 融洞接控 是不是能够反馈出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上一下 阿里云的管理控制台 好 这控制台是我已经提前登录好的一个账号 已经登录状态 那么登录完以后呢 直接去点击控制台到它的主页 到主页 然后左边菜单可以看到啊 这是这是我选择产品和服务啊 这个里面呢 可以去自定义啊 假设呢 需要东西放出来 不需要的一些去掉 这样的话呢 看着能够清爽一些 比如说我们不涉及到东西呢 先把它去掉啊 看着会会会比较比较好读 好 这样一页就能看到全部内容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融接控 融接控 我们把这个说回来 融接控 首先登录首页会有一个融服的一个概览 会告诉我们融服务器有几台 大概这个接控数据有哪些 公网的流出的带宽大概是多少 然后呢 有几个正常啊 几个报警 几个是数据不足的 大家都会有 那数据不足呢 有可能是接控数据太少啊 还不够长 那这些没有使用 使用率没有的话呢 可能是负责比较轻啊 数据还没有报上来 那RDS 它也会写出实例是几台 然后CPU IoPS 连接数 以及值班使用率 大概是什么情况 负载均衡 这是我们购买的 以购买的三款产品 都在这里面显示 暂点接控 融接控的暂点接控有哪些 有几条 指定接控 有几条 同时报警规则 都这里显示 这是它一个首页的概览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首页 就可以初步判断出来 我们的这个融资源 是不是有不安全状况出现 或者说有负载过高的情况出现 目前看来都是没有的 报警是零个啊 表示是比较正常 然后这里面有个大盘的服务 通过这个接控大盘呢 其实 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出来 现在整个E4S的CPU使用率 网络流量 流入量 以及磁盘使用情况 大概呢 什么样一个状况啊 这个可以 可以放大的 放大以后 其实可以直接变成一个接控大屏啊 投到我们的 假设我们有这个大显示器的话 然后投到显示器上 就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接控了啊 这是一个网络入流量 BPS的一个速度 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CPU啊 大图可以看到啊 现在是比较低 假设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的服务器的CPU 突然间变得很高啊 比如说突然间爆发 比如说70% 然后呢 掉下来 非常有规律的这样增长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服务器啊 是不是正在安全 是因为电数任务呢 在启动 还是说有黑客入侵 通过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 我们是不是需要啊 加强一些管理 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接控指标啊 比如说我们的接控项 然后接控的图标长什么样子啊 然后呢 是最小的 还是最大的 还是平均值 都可以去定义啊 这个大家回头呢 去自己开通啊 服务以后自己去啊 多去列席 还有去试操 去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东西呢 是能够用到的 目前它这里面是一个大而全的东西啊 就是对整个ECS 我们能常用的一些指标都已经做了一些展示 接下来看一下一个站点管理啊 就是站点接控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我设了两个域名做了一些测试 比如说阿里门的主站是一个域名 HTTP隔五分钟啊 报一次在杭州和青岛北京3D测一下速度 看一下是杭州8毫秒 北京啊 青岛17 北京20毫秒可以看到 那么通过这个接控图标 可以看到它的可用性是百分之百 相应时节我们可以看到就不一样了 北京杭州青岛各一一天之内不同的时段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北京基本上是比较纠横的一个状态 这个青岛然后再波动 杭州啊也是在最快最理想状态下也是在小幅的抖动 这从这里可以看到啊 网络的质量 那通过这个呢可以设置报警规则 比如说HTTP响应连续三次啊 大于三千毫秒就通知用运维团队 我看一下我可以去去修改大于多少 直接改这个数字就可以 那通知对象运维团队 那看一下运维团队有谁啊 李老师短信邮件和旺旺啊 这是暂点接控的啊 同样云中沙香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可用性都是百分之百啊 非常高啊 响应的时间也是在各地方呢 都不一样 实际比辅那基本上呢 还是还是比较比较快的 这是一个暂点接控的一个一个数据 那从这个菜单里面 左边菜单可以看到 用服务接控 现在已经有很多产品已经支持了 其实主要的比如说像E4S啊 可以看到找一个服务器 看一下接控的图表 然后它的CPU使用率流量 六流量出流量磁盘BPS系统盘的 还有一些高级的接控功能啊 它是需要安装一个插件的 就大家去自己点击安装就好了 安装插件以后啊 它可以去能看到更多的 比如说进程数呀 磁盘的安闹的数量啊 TCP连接数啊 然后去看一下能能接控指定进程的数量 比如说我们接控Apaq进程的数量 如果超过5000应该报警 那说明是并化防御量已经足够大了 需要去扩容 或者是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黑客入侵 这样的情况 这是整个的对E4S的接控项 我们看一下RDS RDS 我们看一下接控的图表 那就是有关数据库 我们最关心的磁盘内存 IoPS连接数 网络流量 还有CPU这样的一些指标 然后这些规则 我们同样也可以设置 IoPS连续三次大于多少 就通知就报警 CPU大于多少 磁盘使用率大于多少 就开始报警 都是直接可以去实现的 不需要去任何的别程序 比如SLB 我们现在没有 OSS 整个它接控的Bucket有几个 然后总共的大小是几次 然后请求数量有多少 如果看到请求数量有极大的异常的话 那可能是有攻击 大家需要去关注一下 好 基本上我们设计到的这些产品都有了 前面还有一个自定接控 这是我设置一个测试的一个项 一个是苹果的销售的数量 一个接控 这个在不停的去发数据到上来 可以看到 这个是从业务指标 这是从零点到十四点 今天的接控的数据 它在不断的在波动 那但是如果大家需要去增加新的 指定接控的话 只需要在这里面写创建接控项 接控的名称 然后上报的字段 按照帮助信息引导 我们去把对应的业务数据取上来 去用SDK去发送到服务器 就可以出现在你的报表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报警数据 然后报警规则 那也可以添加 报警规则可以添加 那我这里面的报警的字段 统计的是这个region一个内容 那可以添加这两个字段 平均值大约等于多少 就可以去报警 同样学着通知对象就完成 这是一个整个用接控的一个 对自定义接控的一个 展示 那报警联系人呢 这里面可以单个增加 报警联系人 然后呢 姓名手机号 邮箱 报警联系组 可以把加到组里 比如说用为团队 可以再新加新的员工进来 好 这入团团队有两个人 这是报警的对象 然后呢 添加报警规则 有报警的方式 就可以走 这是用接控的一个展示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里面发现 我们的CPU 非常的 非常的怪 非常异常 大幅抖动 那我们要看一下通过 运动的安齐室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风险出现 好 这里面我们的安齐室的一个 一个首页 看到是登录是安全的 木马是安全的 补丁 有两个可能需要打补丁 安全凶俭 还没有进行 安全补丁 看一下看到是说有两个WordPress的站点 有这个IP业证不当的漏洞 这个是指令注入漏洞 这是两个漏洞 但我们现在是基础版 还没有缺陷直接去修复 如果我们是购买了VIP版的话 可以直接去修复 会把阿里面官方的补丁去替换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但用户也可以自己去选择修复 然后看一下这个系统漏洞 现在是没有非常好 我们再返回 看一下这台机器 意思还是详情 我们看到登录安全 登录记录是OK的 暴力破解 这个有很多 这个暴力破解 它可以显示出来 时间 日期 时间 然后具体登录类型 攻击类型 从哪个地方来 破解的用户名 攻击次数 是几次 然后拦截状态 无威胁 那就应该是已经 拦截到了 已经拦截到了 就是它没有破解成功 它这个机器呢 可能被黑客已经关注到了 从不同的地方 多次去进行尝试登录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应该去关注一下这台服务器 是不是要设一些安全组的规则 做一些屏蔽 管理员来登录 木马查杀 现在没有 也不需要去补丁管理 好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暴力是 至于说我们通过 拥接控 发现问题 或者发现泄索 通过这里 看报表 然后看规则 最后呢 进行问题排查 那么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迪道士防护 迪道士防护的首页 看到 我们在讲到的时候 是说 有一个迪道士 这个叫基础迪道士防护 有一个 5G到 100G的一个 一个防攻击的一个 发值 这个你看我是 我信用它是中等 501 然后我的黑洞 时长是 40分钟 防护的发值是 5.36G 其实不是很高 算中等吧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旦我的攻击超过 5.36G 就会给我拉黑洞 拉黑洞的意思就是说 使我的服务器 对外无响应 完全看不到 就像断网一样的效果 那这个如果拉进去呢 最短效 40分钟才可以放出来 那历史的攻击 我感觉了 被攻击四场是7天 然后呢 攻击这样得法是 一切法 就是曾经的可能是 在过去7天之内 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受到攻击 因为我的风数比较高 得风比较高 安全等级可能比较低 因为我的都是测试的机器 可能设置安全等级比较低 然后活跃度 使用的频率不是很高 所以它的活跃度 安全等级 使用预期和会约等级 然后综合去评判一个信誉分子 然后通过分子来调整这个防护的一个发质 基础防护 可以看一下我们几台服务器 几次技术的一个详情 我们看到它这个流量的比例 报文的个数 其实都不是太大 因为都是测试机 这是技术技术的一个过程 如果大家真的是受到了攻击 那在这个里面都会显示出来 我们那里受了几次攻击 然后每次规模是多大 在这里面都会有 开始触发时间 结束时间状态 触发原因 比较黑洞 高防IP 这个里面呢 其实是 我这里面没有去购买 看不到如何去使用 其实从这里面可以 看这个购买过程就知道 我们电信联通 BGP 现在还增加了香港的高防节点 每个高防节点里面 其实说它有这个IP数量 然后保底带宽 防护带宽多大 然后可以按月 这样去购买 按年的话会有一个赠送 这是高防IP的一个购买的过程 买完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在使用方法 可以参照我们阿里用的 这个帮助文档里面 支持帮助文档 其实这个里面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宝库 看到这个云洞 提到是高防IP 比如说我 我怎么设置 购买指导 然后快速入门 网站业务 HTTP网站如何去接入 那这里面都会有 安全配置 然后网站接入 把我们的网站名输进去 后端是哪些服务器 就可以一步步的去走 它就开始启用了 然后HTTP-S的 如何去做接入 非网站业务 事成转发 如何设置 其实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引导 困难去学习 然后其实这个帮助中心是 阿里用全部的产品 在里面都有涉猎 比如说我们的基础基道士防护 我们的WAF防火墙 我们的安琴市 被暴力破解之后该怎么办 热门的问题 也会引导到相关的帮助里面去看 如何去解决 还有弄谈 有专家在线咨询 好 这就是整个我们阿里用安全 用安全的一个展示 如何去发泄问题 如何去看这些报表 如果出现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去采取措施 去防护 其实就是如何去用DDoS 如何去去用安琴市 如何安装安琴市 什么时间启用WAF 其实WAF应用防火墙 也是一样的 这个里面的帮助功能 显得非常详细 如果我们启用WAF 我们该怎么办 遇到应用层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去 怎么去处理它 比如说接入指南 这个也是显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 对阿里用的安全的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吧 然后遇到了问题 能够想到阿里用 通过阿里用的产品呢 能够帮到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好 那整个的安全的课程就 到这里全部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给大家有所帮助 好 谢谢 谢谢